從宜蘭南澳到苗栗泰安 九個泰雅鄉區長齊聚一堂 針對產業建設等議題進行探討 而每年都盛大舉辦的泰雅運動會 也是這次首長會議的焦點之一 今年最主要是要決定 我們明年泰雅運動會的主辦的鄉區 那明年就是我們南澳鄉來承辦 也在這次會議就是確定確認 重中之重都是擺在我們的國土計畫 因為國土計畫的農事的劃分 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鄉民的權益是非常的深 然而即將施行的國土計畫法 以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分成主要四種 包含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及城鄉發展地區 但其中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劃分 是讓鄉長們傷透腦筋 泰雅族算是善居式的一個族群 所以準備在114年來上軌的 我們國土計畫法建議營建署能夠以農事的規劃部分 不要限於三戶以上才規劃農事 因為善居自有的是獨立戶或者兩戶的 我們希望也能夠納入在我們的農事的範圍裡面 而這樣的劃分可能無法完全保障部落所需的文化生活空間 該如何在土地政策與族群脈絡取得平衡 文化敏感度是關鍵焦點 最裡面應該被討論的是文化性 包括我們的土地的知識這一塊 中央部會在設計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比較沒有考量到族人的居住的文化 所以我們原民會的立場就是 得要去跟其他部會做一個橫向的連結 然而距離國土計畫新法實施剩不到兩年 如何因地質疑地推動發展和保護 確保土地的永續性 以及原住民族與土地的文化連結 考驗著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專業與智慧 於是新聞卡召買藥 許家榮新處主動採訪報導